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求婚一日走黄打飞的 亲爱的 金风光 未来成果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还上去吗 请回吧 这墙居然还真在呢 是啊 我也是刚知道的 所以说得来这看看 行 你咱回去吧 你等一下 晓晓 你 说你呢 我以为你没胆要来呢 我什么时候怕过你 大婶 没事 你让开点 没看见我们在这儿 谈正经事呢 说你叫谁大婶呢 小孩 小孩 你们都是花蜆人员啊 你又哪儿来的 大叔 在哪一厕所坐 五年刚把三天梦你坐了吗 我回家嘴坐下来 等我回家嘴坐下来 行了 差不多得了 笑一怒了 我跟你说 让你帮小兔鱼 跟我搅过的一点 求婚的氛围都没了 我说啊 下回你还是选个安静点的地方吗 或者说第一次没有单独在一起的地方 怎么想起来今天带我来这儿啊 是不是 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还正有句话 想着我你说 我找你叫我心情弯 爱你和我走上一回 那暖暖你更多 哎 干什么呢 不是 检察署 我们这儿谈恋爱的吗 这不是 这不一眼就能看上来吗 谈恋爱 三公半夜黑不隆东的 在这儿谈恋爱 我看你们这儿谈生意吧 谈什么生意啊 你这么想拿着 谈恋爱 估计你们连被一方叫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们可能不知道 咱们家户口本 上面写什么我都能背下来 那你从这儿严肃点啊 别笑了 在下给你定个世俗青年 回头 笑不 不是 你至于呢吗 差不多得了啊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求婚约是小黄打背的 说实话 我都想让陆家圈给我算一挂 看看今天是不是流年不利 或者已经最近水晶又腻个走了 别人数太神 就算是别动那些情侍赶的了 你直接给他就完了 我又不是二婚 我还都双当成小了我 这婚约来着求不成了 我都快有心理影了